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又把握了时尚的元素 在传统当中注入了时尚 也给现在的相声一个长性的风貌 我们的问题是当初年轻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有亲戚在宫里 也在宫里头 您是怎么想到学相声的呢 这个相声是我们两人的共同爱好 从小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因为在北京来说 相声在北京那个地区是发源地 天津是发祥地 可以说对相声都特别的喜爱 我们也是从小学习 他们两个之间肯定互相比较要紧 所以得让他们两个人彼此说一说 相互评价一下 要不怎么说宫女是最坏的 让他们互相贬呢 对啊 你们俩先说一说彼此的缺点吧 对 彼此的缺点 你先说 我认为今天的缺点就是好学 你说没事啊 在这个飞机上啊 因为那道路比较远呢 没事就要看一看书 越一越报 反正是沾点文字的 他都喜欢看 这就是缺点 注意啊 这个什么少看 为什么眼睛啊 时间长了以后会花的 还真是 还真是 别累着 这是缺点 那何云伟的缺点呢 我师哥最大的缺点啊 就是太迷戏曲 只要跟这个传统曲艺啊 戏曲单边的都学都唱 也不行 你说赵把嗓子累坏了 让观众可怎么办 我觉得他们俩的缺点就是睁眼说瞎话 是啊 把燕秋都给比点气的 这样我再给你们俩一机会 你们俩相互捧一捧吧 优点 那他的优点呢 这人性太刺 真的吗 人性太刺 没事啊 就得着什么便宜 因为我们这后台啊 有一茶叶罐 真的吗 茶叶罐总是满的 他一进后台 这茶叶罐总空了 这个何云伟的缺点是什么呀 大伙也看得见 他的优点是什么呀 就是个儿太高了 这个大个儿 那天啊 他正进来 我正关门 这一关门没挡住他 打门缝进来了 这得是多高的门呢 这嘴呀 以后不允许 形容我们这个儿高的人 行行行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也通过 他们俩的彼此评价 了解了他们俩的 对不对 再次的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二位